及时新闻综合报导,北韩六度适合引发国际纷扰,虽然美国总统川普未名言是否对北韩动物,但美驻联合国大使海力Nike Henley直言北韩气球一战,呼吁各国加强制裁措施。 综合外媒报导,海力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发言时表示,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行为象征着他气球战争,北韩第六次核武测试,代表我们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可以让这一切结束。 海力强调,美国并不想要开战,但如果北韩持续拿飞弹威胁美国本土的话,必然将防卫自己。 战争绝不是美国乐见的,但我们的耐心也不是没有底线的,我们会捍卫盟友和自家的国土。 海力表示,美国将会在下周提出回应北韩适合的方案,我认为在国际社会要求北韩停下来的这段期间,大家的脸上都被赏了一巴掌。